机场大厅人来人往旅客在柜台前排队准备报到登机 6月8号大学生就已经陆续放暑假 29号开始全台各个国中小级高中也接续展开下期 28号桃圆机场就已经是人潮满满 移民署预估暑假第一天的出入境人次就可以达到12万人 7、8月的长假总运量跟上看800万人 日平均为12.9万人次几乎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旅运量 不过准备出国度假的旅客要注意了 有些东西可是绝对不能带上飞机 炎炎夏日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风扇是旅游必备小物 但海关的仓库里却堆满了被查扣的电扇 第一二航廈加起来就有超过4000只风扇被没收 而这跟里面使用的电池种类大有关系 里面含了浓度大概4、4%的一个浓油酸 那就很容易因为不小心的一个晃动或挤压 因为我们行李常常会挤压 一体一跑出来就强烈腐蚀性 然后会渗透到隔壁的一个行李箱 根据机场规定 使用锂电池的风扇禁止托运 只能透过手提行李带上飞机 而千酸电池由于危险性高 则是完全禁止携带上机 航空公司提行旅客想带着小风扇 来一趟凉快的暑假旅行 务必注意使用的电池种类 以免被海关没收 接下来李先杨正强常常的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